BOSS MINE 觀眾大家好 我是 Yumi 今天帶大家去看旺角Elite Park 兩個示範單位 先看一個兩房沒有改動的示範單位 實用面積341平方尺 一入單位的左手邊是一個置成一角的開放式廚房 淺灰式廚櫃用上雲石紋台面 配合圓木式吊櫃 廚店都是很多大發展商選用的品牌 走出來就是客飯廳 而近露台的客廳這邊 一邊可以放梳化 對面就放電視 至於飯廳這裡就可以放一張餐桌 單位就向東 景觀是開藥的 單位有兩間睡房 這間就大一點 有59平方尺 可以放到四尺半的雙人床和衣櫃 而窗望出去的景觀和客廳一樣都是向東 前面就會是伊利莎白中學 景觀應該都沒什麼遮擋的 而另一間房面積大約42平方尺 兩邊各自的闊度都超過兩米 可以放到單人床做睡房 當然都可以改造成書房或者衣帽間 另一間體的示範單位 是一個實用面積243平方尺的一房單位 膠樓標準是連現場擺放的傢俱 看看這裡 大門旁邊設了一個鞋櫃 還有一張隱藏式的椅子方便換鞋 客廳設有特色牆 用燈光來區分客法廳的空間 客廳和房間之間用了訂製層架來區分 可以節省空間 而這部電視可以360度旋轉 在廳看又可以 在房看都可以 房間設有油顏色地台來增加收納空間 而床頭都預留了位置來擺東西 也設有插梳位方便充電 還有擺放小型家電 好多人都像我這樣 睡前會擺一部手機 又或者擺一部香噴機 這樣睡覺都會舒服些 露台裝設了電子升降浪衫架 也設有座椅和小茶几 讓我都在這裡頭一陣 Elise Park位於洗衣街 無論旺角東站還是太子站都很快便走到 好 和大家實地走一轉 現在我由太子站B出口走過Elise Park 其實就在這裡直走再轉右 究竟要走多久呢? 就讓我實測一下 Let's go 經過實地測試之後 由太子站走過來 原來只需要大約兩分半鐘 現在見到樓盤未擦棚 但都已經見到初型 都差不多起到頂 樓盤預計關鍵日期是今年6月底 樓花期不長的 整個盤有52個單位 實用面積由220到438平方尺 當中有9個特色單位 護形主要是1房和2房 分別有28個2房單位和15個1房單位 而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究竟有幾市中心的中心呢? 這裏附近有Moko新世紀廣場和旺角東站 後面就是太子站和始創中心 走多幾步就是朗豪坊 而我想說多少少的是 新地去年3月 以47億2900萬 奪得旺角洗衣街大型商業地皮 樓面152萬平方尺 將會輕建樓高達到320米 繼九龍站ICC之後 有一個地標式雙下加救物商場 沒錯 又是新地 可以想像到將會有極大的協同效應 新頭德的地皮 連現有同系的Moko新世紀廣場 以及帝京酒店 兩個項目加上超過270萬呎的商業樓面 將會成為旺角最大型的 地標式寫字樓家商場組合 亦都是中九龍商業零售救物和旅遊消費核心 最後有些家長客 很多時買樓都找名校網 而Elise Park這個樓盤 位處32小學校網 中學屬於遊鮮旺區 附近的名校包括南拔、女拔、華人、伊麗莎白 今次就看著這麼多 多謝你們看到尾 大家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我們FossMy的YouTube Channel Bye Bye